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白丽金钢笔的一个评论 是这样,首先你们看到这根白丽金M205 阅动蓝 阅动蓝的话,首先这样子我可能把灯打开给大家看 看它这个尖扁队,非常的漂亮 其实是,我当时买主要看上就是它这个笔杆 因为像400或800的,它那个条状其实给我感觉没那么特别 然后我们就先试一下这根钢笔吧 首先它是这样子活塞上墨的,活塞上墨意思是什么样呢 在上一集里面我有讲到就是无印钢笔的话是这样 有这个吸墨器,对吧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的话它是整个吸墨器就在里面,就在这个笔杆里面的 我现在给大家试一遍怎么上墨吧 那你记得我我喜欢用的笔都是这样可以这样子插拔的 但是记得用别的钢笔的时候一定要先这样扭 不管是什么钢笔,因为不是每一根都可以这样扒的 所有都保证这样子,像自己放,右手拿着笔,像自己放上扭扭 看一看,这样子保证那个笔,就是说你用别的笔的时候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笔盖是这样放的,然后一样就这样拿笔 有些人会喜欢这样子,但我不建议第一件事,时间久了 如果是用直升的还好一点,像那种抛线的笔杆的话 它基本上你用久,第一个会有个印 第二呢就是说会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会变形 那如果一根笔你爱惜它的话,我觉得还是爱惜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那拿还是一样,就这样子拿,我平常自己也是这么拿的 那先给大家试一下怎么上墨 那上墨的话就很简单了,活在上墨的话其实没那么麻烦 那这个是我用的平常都是用那个waterman的墨水 那给它打开一下 那上墨的话就很简单了,反正就是 你们能看到就是,还是一样这样,把这个先打开 打开,我手比较滑,我手比较滑 那这样,打开了 那打开了以后是怎么样呢 一样就是说,像你们看到墨水露出来了,对吧 它的储膜呢,其实会比一般的吸膜小大 那通常是这样,插进去以后,把空气先挤出来 但是你往顺时针扭的时候,就比这个像你自己,像自己的时候 然后呢,你顺时针扭,这个活塞是往上的,也就是说它是在吸膜 那这时候,其实所以说,你一开始上墨的时候,要把笔插进去先 把空气先挤出来,然后再把笔给,呃,在,呃,空气喷出来以后 然后再扭上,这时候笔才会上,呃,才会上,呃,上,呃,上墨 那这时候,比上完了,那通常是这样子,就拿一个纸巾随随便便就轻轻擦一下,对,擦干净一点就好了 那一样呗,那这时候我是比较随意了 然后,这个先放一边,那写的时候就,它这个尖呢,就是怎么说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一个概念,钢笔的话就是说有金尖嘛,有不锈钢尖 金尖不一定代表它很稳,不锈钢尖不代表它很硬 那你像这根的话,百利金的话是这样,比如说我,我现在随便写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写给A,对吧,呃,它,你看它压的时候,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我轻轻一笔,很细,我也可以用力压,很粗,能看到吗 就是说有点像,呃,白金的,就,Pentium的3776 它也是的SF间,它也是可以这样子,所以这根的重量相对来讲也比较轻 写起来其实也很顺手,比如说我随便写那个,呃,大江东去 对吧,呃,让你淘尖啊,这我估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苏东波的,赤壁怀骨 啊,我这还是非常丑啊 那就这样子,那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尺寸 尺寸的话,刚刚一开始也忘记了,先把纸给放一点,那以后不来 还是一样,来,看到了 好 这样子,比如说这边 好,看,应该是很看清楚的照理来说 OK,那看到大概重量是这样子 整,整根的话是这样 呃,12.6左右,12.6或12,呃,12.5厘米先 呃,打开以后呢,是这样 嗯哼,就12,但是我通常我偏向是13 但是它那个跟无印不太一样 地方怎么,它握笔处它是比较低的 如果是呢,无印的这根的话 你看我握的时候,我会握得高一点 所以说,握得高一点,你看到 我再拿一下这根 白镜我会握得低一点 这时候你们就看到,其实还是刚刚好 没有问题,能看到 所以说,有时候比还是要试一下比较好 但是我,保,我觉得是这样子 呃,保证长度是13 那你握起来也比较好握 那它本身白镜的比好写归好写 但是相对来讲,稍微有一点点点粗 那会给大家看一下 嗯,这个是无印的 因为这根标准大很多人都有 或者都能看到 所以就知道它的尺寸大概差别是多少 那这时候你们就能看到了 对的 嗯哼,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大小 嗯哼,我先放一边 因为不是很亮感觉 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白利金的一个评测了 其实呃,材料上面就很正常的一个呃,保,呃,保路落 也就,其实就是一个塑胶的前身 呃,其他的像里面的细节 呃,也可以给大家拍来看一下 其他的细节的话 其实,能看的地方不是太别多 来,里面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个小脑标是蛮银色的,对吧 这些都是就是印上去的 都不是那个就是蛀尖那种 就正常有些比较好的 但可能我这个头是另外一个键 然后给它沾上去嘛 那这里就很正常的这个活彩上磨 呃,特别的话倒不太会 哦,我觉得就很正常吧 就是都正常的话会呗 那这一个螺纹 然后笔尖的话你能看到EF 这个在上一节,上一个视频上面 其实里面也有看到了 好,来看一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 哎,可以可以 对,看到EF间一个 好,这基本上就是一个 百利金视频的一个 百利金钢皮视频的一个介绍了 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